叫僵尸 脑袋上有个幸运方块都不知道 这僵尸要是会开幸运方块 你们想象一下 这个动物开了幸运方块 不对应该叫敌人 然后过来拿着武器打我 哎呦 妈呀 这铁傀儡有1024滴血 这相当于多少 一个G的血量 你人厚实 打得过不 打得过 他打不着我主要是 他气的哟 这么多血量应该能掉不少铁吧 我看他能掉多少个铁 多少个 才掉三个 这铁傀儡也忒虚啊 太虚了 讲道理他应该掉个几十块铁 都不过分 真的 至少得十倍吧 二三十块应该是有的 因为他比普通铁傀儡的血量 高了整整十倍 嗯 发现一个好东西 堵上 这是个TNT方块 掉了一堆皮革甲 我对皮革甲不感兴趣 效果再好 防御力也太低 咱们根本没机会享受那个技能 可能就挂了 哇 这个漩涡方块 为什么我敢不给他隔方块挖 因为他是代表食物的 代表生命 我比较相信他 哎 意外获得 这种黄色的方块很少见啊 是啊 一见到就把我关在水牢里了 真不错啊 小方块 真会玩 看看这边 发现一个村庄 啊 这里有一个沙漠村庄 我跟你们讲 又到沙漠了 沙漠里边的东西是很多的 嗯 嗯 我已经看到一个信誉方块了 来 就在这个沙丘后边 跟我跳 跳 再跳 哎呀 怎么是这种的呀 我还以为是好的呢 这一个坏的 那还有个星际坏的 兄弟们啊 这个我挂不了 我估计就挂在那个方块上 我觉得咱们这个系列要死第一回来 哎 我瞎说的 你说你这人啊 你这人 不讲道理 不讲道理 我这大半夜的 我这录得正开心的 嗝皮了 我去 而且不是炸死 不是什么死 被指令干掉 他这个东西开出个指令 我直接没了 兄弟们 我这不解释连招啊 这是 有点烦走 明天早上 开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二条片 记录一下